哈囉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新泳之歌姬 復刻的這個 暗炎跟光溪 就是炎溪的組合 我們現在用的是希臘隊來做一個通關的測試 基本上一些純色隊還蠻多都看過了希臘隊比較少所以我想說用希臘隊來做示範看看 當然這個二連擊的我們就先把它處理掉吧 combo數不要太多 這個很不曉得為什麼這一關的怪物 不是不是那麼 喔耶 非常好 果然combo數沒有真的太多 不要添醬 就把它降下來 除希臘一開始就除希臘因為如果不小心等一下出了那個 那個 那個 暗炎的時候就很可惜了 好所以希臘除掉主要是要打那一隻啦 前面的話問題不會很大 我可以看到我故意不做旁邊那兩排喔 因為我怕天將 像左邊這一排 左邊這一排 就比較比較危險一點 那這一回合就把他送走吧 7啦 7啦 算說我們要靠天將 可是在珠子的控制方面是一個很重要的 關鍵 有些時候是要不消珠 才能夠造成天將的一個 結果這樣 不消豬不消攻擊豬啦 不是不是完全不消豬喔 不消攻擊豬 好這個新豬我故意留著 好消三消五好我我自己的習慣好當然很多種說法 好消三消五是我的習慣 好基本上降氣力就全部出滿了 還是哪一關啊 第三關 好 我剛才有點恍生了 好這時候就可以 輕鬆打 就是 開始可以消豬了 好消三消五基本上落豬他會一個 因為這個比較複雜這很難在這邊跟大家大概解釋 好我的習慣就消三消五就對了 好這次要用力打 不然他反彈 會扣血 好 剛左邊沒消到 不過沒關係我們右邊有消到 第五關扣血40% 這邊我建議開開開一個這個 吸打 哇沒有消的很好 沒有消得很好 不過沒關係 這個 壓子開一下 好 接下來就是看看我們的那個暗炎是否會出現呢 這個意思是沒有出現的意思 那像這時候因為我們這個第六關沒出現第七關會鎖記 所以基本上你要技能這關就可以先開出來了 開出來的時候盡量做一點錯開的動作 這樣你才會有珠子留在這邊 然後怎麼錯呢 大概看一下 大概就好 不用太誇張 上面沒錯到 不然我還可以再錯一個 他把我削光光了 好吧 這是屬於一個失敗的錯開 不過不影響 不影響 剛應該是可以開主角的啦 我沒開就算了 這邊我建議就做 五連珠好不好 沒有做到 沒有做到好 沒關係 這樣你看看到落珠率是不太一樣的喔 五連珠是有差的喔 我是建議做五連珠 這個 事物就不 事物的話就不在我們的計算範疇內 好 在第八關這個 7D重置無法使用 為什麼要用這樣的隊伍 關鍵我小幫我們CD重置後你看到我最低的CD最長的CD是多少 10所以除CD來講難度就沒有那麼難了 至少我除個一點點應該是問題不大 目標是5就好 我盡量把你的那個戳開 像我這樣這樣我的那個雙魚就已經先跳了 這樣才打7000多而已 由於我怕我把它KO掉 所以我基本上我是做一個比較安全的消豬的方式 再一回合我就跳起來了 所以這回合我就可以打我打沒有關係 看到我雜豬消比較多 竹鼠豬消比較少 算是一個訣竅吧 訣竅 這隻血量62萬 這個有兩回合 我們第一回合先稍微打一下 看看會不會它會不會痛 大概在這個位置 六分之一的話它是沒有殺傷力 唉唷 我血量夠多 我血量夠多 基本上等下賣下去我會吐血 所以這時候我建議大家是一波帶走 一波 抓一下大概一半 因為我以前玩的時候大概一萬三的血量吧 大家打下去我一定殘血 到下一關我就沒血量 所以這一關我就是一波帶走了 所以要玩這個關卡 我建議就是把CD弄短 CD弄短你在 萬劍遊俠那一關的話除CD就很快了 然後這一關的話就是流星珠 非常這個不是很順的一個轉出的一個示範 不過訣竅是兩邊消 這樣combo就會上去 然後接下來就是消雜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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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珠要留喔 雖然會說我左邊消失 但是那是為了攻擊力考量 可以看到我場上的心珠就蠻多了 這時候就可以疊印記了 剛剛這個有點錯亂 不過不影響 其實不難打說真的不難打 因為我們CD短 這時候就知道 短的好處了 這個長有長的好處 短有短的好處 基本上轉是沒什麼壓力啦 隨意轉就好了 當然選一百八幾萬 可是現在大家的卡片都還 威力都還蠻大的 所以你只要CD短的話通關就不難了 好以上是這個 光希大 光希大通關這個 新勇之歌集Extra的示範 好給大家參考 好基本上關鍵只要一個 CD越短越好 CD對 好謝謝大家 掰掰